躲避经济大乱 中国房产业国企并购行动曝光 建言应钱生娃也犯禁 任泽平遭中共秒杀 马化腾释放脚枪信号 腾讯随时可被替换 防Omicron要打第四剂补强针了 专家罕见发警告 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月13日 欢迎收看第二期望维足报 我是Cherry 近期广东上海等多地政府 开始推动一项 由国企央企联手并购出现民营 房地产企业的行动 虽然目前这项收购行动 是否经过中共高层统一指令 尚不得而知 但有专家指出 相关收购行动事关中国经济大局 其目的是为了避免出现经济大乱 引发动荡 自由亚洲综合报道 这波逢地产企业并购的消息 放出来后不久 就被股市敏锐地捕捉到了 近日中国股市中的地产板块 出现了集体拉升的异动 就连此前传出的违约消息 上海民营地产大亨 许荣贸旗下的 上海世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股份 甚至出现了涨停 这些现象似乎表明市场是愿意看到这些 较大型的民营房地产企业被国企并购 因为疫情以及政策调控等多种因素影响 中国房企近几年下行趋势明显 尤其是不少民企巨头陆续出现了严重的债务危机 恒大花样年等具有标志性的房地产民企债务违约的消息 频繁出现在媒体上 对恒大来说 2021年几乎整年都在步步紧逼的违约 还债声中度过 据陆媒第一财经网报道 目前有保利、华侨城和中国绿发等 9家央国企被要求并购有中高风险的 11家房地产民企 名单上包括绿地控股 融创中国、世贸集团等 昔日叱咤风云的业界巨头 但据路透社报道 目前中共将企并购的意愿并不强烈 有业内人士质疑 现在国企连低价的一手地都不想拍 为什么要并购二手项目呢 这当中可能有个交易价格的问题 国企意愿不高是因为认为价格还能够更低 但这有个平衡的需求 一旦低到银行质押价格 就会引起银行资产的大幅度缩水 这对当企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报道指出 这一波并购目前主要在地方上进行 地方政府在其中牵线搭桥 尽管目前还不知中共当局是否有指令性要求 但有业内人士认为 官方当然不可能在政策上这么去说 因为这和鼓励民营企业发展的说法是背道而驰的 眼下这一波对房地产业民企的收购 主要的目的是 防范资产价格大幅度波动带来的 中国整体性金融风险 把整体性的金融风险分散为各个省地区内的风险 来降低它集中爆发的可能性 以时间换取空间 此外当局还给这类并购开了绿灯 据陆媒报道 银行已经告知并购企业对出现企业的承债式收购 相关贷款不受当局三道红线制约 中国知名经济学家任泽平的微博账号 12日晚间突然被封 让舆论震惊 据信被封杀的只是 任泽平最近提出的一条鼓励声誉的政策建议 丝毫不涉及敏感政治 观察家指出 一位知名经济学者在专业领域的言论 尚且动辄遭到封杀 这种情况显示中共的网络管控已经走路极端 美国之音报道 任泽平的微博账号 泽平宏观上显示 应违反相关法律法规 他用户目前处于禁言状态 资料显示 任泽平早年在体制内任职 国务院发展中心宏观部研究室副主任 2014年下海 三天前 任泽平在其微博账户上发布研究报告 建议政府拿出2万亿元人民币建立生育基金 鼓励育林妇女多生5000万个孩子 他的这个应钱生娃的建议在网络上引起了轰动和争议 称赞者寡批评者重 许多人讥讽任泽平未刷流量而哗众取宠 但是任泽平随后写了两篇文章 做出严肃回忆 说这是他多年研究 吸取国际经验而提出的政策建议 并经过科学论证 任泽平的文章之所以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 是因为中共官方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 中国的生育率和新增人口出现了急速下降 2020年中国的出生率下降至千分之8.52 跌破千分之10 创下了40多年来的新低 同期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千分之1.45 也创下了40多年的历史新低 出生率的急速下滑意味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 所赖以维持的一个重要条件 人口红利的消失 不少专家认为老龄化的提前到来 将标志着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慢车道的开始 几十年来 中共一直坚持通过强迫堕胎和其他严厉处罚措施 推行一胎政策 给民众造成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道灾难 报道指出 不过经非西比 当年中国老百姓想生而不准生 今天当局鼓励民众多生的时候 人们因为生活压力太大而失去了多生的意愿 对于年轻人来说 高房价 职场压力 一胎政策造成的家庭负担过大等多种因素 都彻底改变了人们对生育观念 登记指出 尽管任泽平言之凿凿 但在无处不在的网禁之下 任何言论即便是政策讨论 也跳不出网管门的视线 正常而理性的讨论也就无法展开 中国科技剧头腾讯创办人马化腾 日前公开表示 腾讯只是一家普通公司 随时可以被替换 引发舆论热议 有分析指 在中共当局的高压领馆下 马化腾被迫释放脚枪信号 据陆媒报道 马化腾在2021年底的员工大会上坦言 腾讯不过是一家普通公司 并非什么基础服务机构 随时可以被替换 他还称 未来腾讯在服务国家和社会的时候 要做到不缺位 不越位 做好助手 做好连接器 马化腾此言引发网络热议 有网民一语点破 这是马化腾求生欲很强的说辞 有分析指出 马化腾这番言论是在告诉大家 腾讯的业务规模虽然很大 但北京的监管政策可以随时打倒他 因为他不是一个体制内的机构 马化腾声明说 腾讯不会越位 这明显是在对北京的铁拳打击服软 近年来 中共加大对科技大公司的监管打击力度 腾讯也未能借免 在登局要求下 腾讯先后放弃了独家音乐版权 被迫取消斗鱼虎鸦合并案 开放微信外部跳转链接 暂停发放游戏版号 未成年保护日益严格 几乎清空对京东的持股 随着市值下跌 腾讯已调出了全球时代网络公司之列 与此同时 马化腾还卸任了腾讯旗下公司一些重要职务 包括腾讯征信法人 财富通法人等 其实不只是马化腾释放脚枪信号 随着中共对科技网络公司的监管不断升级 也有包括小米董事长雷军 字节跳动创办人张一鸣 拼多多的创始人黄征等名企大佬 缴出了权力 有人退出了他们创办的企业 也有人退出了重要的管理层 据最新的彭博亿万富豪指数 中国十位科技富豪2021年 总净资产蒸发800亿美元 接近他们总财富的四分之一 Omicron变种病毒具有高度的传染力 全球确诊人数激增 不少国家都在抢买疫苗 要为国民施打第三剂 甚至第四剂的补强针 但欧洲药品管理局疫苗策略长 卡瓦雷利担忧 接种过多的补强针 恐怕对人体免疫反应造成问题 路透社报道 卡瓦雷利表示目前并无数据支持民众 需要接种第四剂新冠疫苗 即使多次施打补强针 有其必要性 也得拉长间隔时间 类似流感疫苗 每年打一次的做法 不是每隔几个月就接种 卡瓦雷利警告 过于频繁的接种补强针 可能导致免疫反应出现问题 额外的补强针仅可偶遗为之 不能重复施行 我们必须思考要如何让疫情 变成地方流行病 虽然目前并无研究数据支持 但以色列政府仍计划 对60岁以上长者 健康劳工以及免疫功能低下的族群 施打第四剂的补强针 但以色列公共卫生医师协会主席 莱文明确反对施打第四剂疫苗 他说 没有公开的科学证据表明 需要打第四剂来预防Omicron导致的重症 在打第四剂之前 最好等待更多的科学证据 无独有偶 由WHO成立的评估新冠疫苗 效力的专家小组 11日提出警告 目前都是2020年底开发出来的疫苗 进行运用 但不断接种加强剂 来应对新型变异株病毒 已不是最佳的解决方案 且很可能已经过时 或无法持续太久 该小组认为 为应对凶猛的变异株 各大药厂机构 应该研制 更能发挥免疫反应的新疫苗 以应对Omicron 及未来可能出现的新型变异株 且新疫苗除了要能预防重症及死亡 也要具备可以大幅降低传染的能力 断绝病毒传播链 这样才能真正的降低社区传播 符合更严格的公位需求 WHO还表示 目前全球有331个候选疫苗 正在研发中 另外在推出新型疫苗之前 现有疫苗也必须进行升级 以符合针对Omicron 和Delta的感染及重症防护力标准 好了 以上是本期《妄为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